2月28日凌晨 黄晓明打脸 哼变传闻 他在微博晒出自己和儿子小海绵的近兆 父子二人联手为30岁生日的baby手绘画像 两岁的小海绵肉嘟嘟一头毛蜜头发成焦点 黄晓明此举也测面积碎传闻 2月28日凌晓 黄晓明打脸 哼变传闻 他在微博晒出自己和儿子小海绵的近兆 父子二人联手为30岁生日的baby手绘画像 两岁的小海绵肉嘟嘟一头毛蜜头发成焦点 黄晓明此举也测面积碎传闻 随后有网友透露赞美国街头 我与黄晓明和baby逛街网友说baby真人很瘦 两人的身高与官方公布的身高有差异 但并不影响他们的般配程度 27日当天baby在巴黎参加时装秀 其后就有网友在机场看到baby拖着大包笑包的行李 当时网友推测baby是回国和家人一起过自己30岁生日 显然并非如此 Bob Y是转飞美国和黄晓明及儿子会面 照片中baby挽着丈夫的手非常甜蜜 两人并肩同行背影温馨 黄晓明要比baby大11岁 两人的外表都比实际年龄要年轻 再加上大半比较时尚 所以几乎感觉不出他们的年龄差异 当天有两位女性跟在他们的身后 年纪稍大一些的应该是黄晓明的妈妈 这次黄晓明戴上小海绵非美国黄妈妈对孙儿蹭步不离 也给baby两人制造二人世界的便利 他们的穿着休闲随意 但众人同行很容易引起路人的注意 黄晓明似乎不在意引起路人的围观 众人打步前行状态不错 期间他们还到化妆品店购物 黄晓明应该是准备给baby买生日礼物 最近一段时间两口子忙于工作一直没有公开合体 才会被质疑发生婚变 如今看来一切都是网优想多了